相遇了,就好好珍惜吧,谁也预料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,是否还能有机会活着,是否还能有机会给彼此一个关心,几百年的轮回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 一个原子,包含了多少巨大偶然,其实那不是偶然而是必然,因为缘分都是上天安排的,好好珍惜吧。 金钱和面子代表不了你的幸福,想念一个人是一种温馨,被别人想念是一种幸福。 最难的是相知,最苦的是等待,最美的是幸福,懂得珍惜,才配拥有。 真正的缘,不只是给对方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,而是对方认识你很多年后,仍喜欢和你在一起。 真正的缘,不只是瞬间吸引对方的目光,而是对方熟悉你后,依然欣赏你。 真正的缘,不只是初次见面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,而是历尽沧桑后发出,正是你正好的心里话。 真正的缘,不是来得早,而是来了以后不再走,这才叫真正的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